给大家宣布一个100分的坏消息 痛心疾首 圆芳从今天开始以后再也不能玩打野了 也就是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李圆芳打野的视频 这次策划的刀明显就是冲着李圆芳来的 现在出肉刀李圆芳没有生命值没什么用 出以前的法刀法术回响被移除了 李圆芳没有法术装备的将军也没什么用 黄刀也被移除了剩下一个打野刀只对近战生效 也就是说四面楚歌妈的冲李圆芳来的是吧 策划生死决斗 这个视频一人留言一句 傻鸟策划不准不骂 我真的生气了你个傻鸟策划